5月25号 乌克兰在赫尔松方向地涅泊河水电站进行放水泄洪 造成了下游岛屿地区的水位上升 直接妨碍俄军部队在出海口岛屿上的军事行动 另外一边 俄罗斯顿巴斯北线的工兵部队 在乌军的防御攻势当中创建安全走廊 开辟通道 助俄军步兵和坦克安全通过雷区 周六 乌军开始对地涅泊河下游水电站泄洪 水量中等 足可以对下游入海口部分岛屿形成洪水区 影响俄军对赫尔松右岸的渡河备战 俄罗斯顿巴斯北线的工兵部队 是俄罗斯正规军事的专业分队 工兵们为哈尔科夫方面军攻击团队开辟通途 工兵分队首先进入攻击的线路 穿过地雷和攻城的屏障 为部队开辟通道 工兵小队的任务是在乌军的防御攻势中创建安全走廊 以便步兵和坦克能够安全地通过雷区 在野外作业 必须面对无人机袭扰和攻击 工兵避开危险区域 尝试靠近树林 当警戒上发现空中无人机后会发出信号 作业的专家会立即隐藏起来 工兵们两人一组工作 一个带着扫描探测器 另一个用机枪监视着天空 在这个方向上 乌军也是重重盲步地雷 有的根本没有时间隐藏地雷 而是像砖头一样扔在地面上 形成地雷的屏障 以反坦克地雷为最多 一些反步兵地雷 乌军也没有时间伪装埋雷 特别是反步兵定向地雷最为危险 乌军还设置了反工兵连环雷 如果工兵排除反坦克地雷时 不小心处罚了反坦克雷下面的其他爆炸装置 当试图移动地雷时 这些装置会连环爆炸 乌军经常为扫雷道路的工兵们 设置了这样的陷阱 因此工程师们需要小心翼翼地使用抓钩 从远处拉出地雷 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每次排雷 这也是一项艰巨 漫长 危险 但又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在开辟通道中 工兵们已经排除了鸣雷 也并不等于道路已经畅通 工兵们还是需要用断层超声波检测仪 再次进行检查 以防万一 这支工兵分队曾参加过叙利亚巴尔米拉战役行动 为大马斯格东古塔战区排过雷 经验丰富 这支部队还三次代表俄罗斯工兵队 参加过国际军事比赛 并夺得三次冠军 凤凤华卫视卢语光 伊万 阿拉曼 乌拉特 顿巴斯北线的报道